小樂高帶樂曲 歡迎來到壞雪的樂高倉戶 今天我們來看樂高城市組60276 警察大追捕 中文字幕提供 中文字幕提供 這一盒樂高城市組60276 警察大追捕完成了 這一盒城市組60276呢 也是樂高於2021年1月1日 新上市的新品當中的一盒 它一共有244篇樂高积木構成 裡邊還包括有4個人仔 官方定價199元 那這個性價比可能稍微有些差 但是這一套樂高城市組呢 也是帶有機關的小套裝 來我們一起動手玩一下 首先先來看人仔 那這個人仔呢 是這一套裡邊的騎警杜克 你可以看到 他身上穿著騎警的警服 正面的刻畫還是非常細膩的 反過來背面 可以看到他的背心上面 也有警察的字樣 它呢 是雙面的表情印刷 一面是戴著太陽眼鏡 微風淋淋的樣子 另外一面呢 他是把太陽眼鏡摘掉了 一臉的微笑 除了騎警頭盔之外呢 他這一套裡邊還搭配了 這個可以替換的頭髮零件 除了騎警杜克之外呢 這一套裡邊還搭配了這一個女警 那這個女警的刻畫 依舊也是非常的細膩 他背後連對講機的細節 也是給印刷出來了 這個女警呢 他是兩面的表情印刷 一面是一個無奈的表情 另外一面呢 是一個略顯驚慌的表情 看來他也遇到了困難啊 這個角色呢 是匪徒克萊爾 你可以看到 他也戴著一個頭盔 頭盔上面還戴一副護目鏡 身上穿著一件黑色的夾克衫 看上去 似乎他要做一件大事情啊 這個人才呢 一看這個臉 你就知道他不是好人 他是匪徒斯內克 看上去有點像 西部牛仔里邊的那種罪犯的感覺 那這個人仔呢 是已經被樂高城市的警察給抓住的 所以我們也可以給他加上一個 這個手銬的零件 來他就被靠起來了 這一輛摩托車呢 是騎警杜克的座駕 他也是利用了樂高城市組常見的那個一體的摩托車框架 外邊再把這個罩子給罩上去 兩邊的這個圖案呢 自然都是貼紙件 看上去的刻畫也還行 警灯是在後座這邊 然後後座這邊還帶有個C型鉤 可以讓你再戴一副手銬 整體來說 這個摩托車看上去還是非常簡潔的 來 我們的騎警也可以直接這樣 來 站在上面 出發 來再來看這一套裡邊的第二輛載具 那這一套呢 一共有三個載具 這一輛載具呢 其實就是一輛小車 那這個小車其實就是克萊爾開著去截囚車的 呃 這個小車猛一眼看上去呢 有點像老爷車的感覺 你可以看到他車前頭有一個大大的機械增壓器 他的車牌在這邊上面寫著TY01203 呃 我也不知道這個是否有什麼特別之處 當中是有一個座位可以坐一個人 然後你可以看到這輛車後面還掛了兩捆炸彈 看來有點亡命之徒的感覺了 然後這輛車後面呢 還帶著一個掉臂 這個掉臂前面還帶著一個C型鉤 利用這個掉臂和掛鉤 就可以進行截囚車的活動了 來 我們把這個克萊爾也拿過來 然後讓他上這輛車 好了上車之後的效果呢 就是這個樣子的 再來看第三輛載具啊 就是這一輛球車了 那這輛球車呢 是一輛越野卡車的造型 大型的越野卡車 為什麼壞雪說它是一輛越野的卡車呢 你可以看到它車頭駕駛室側面 這邊有一個改裝過的進氣口 進氣口的位置在這麼高 這也使得這一輛車涉水性能非常的好 所以它也是一輛越野卡車 這輛車呢 大小來說並不大 來 我們一掌就可以把這輛車捏在手裡了 但是這輛車相當的高 所以看上去還是挺威武的 我個人對於它外形的第一眼的感覺還是相當滿意的 駕駛室部分 這邊兩邊都有門是可以打開的 然後這邊呢 有台階方便你登車 正面你可以看到車前方的防撞杆也是顯得非常的粗壯 RH60276 那60276也是這一套的編號 車頭引擎蓋還寫著警察的字樣 那這個引擎蓋呢 是印刷件 不是貼紙件 這輛車的打造其實也是相當的簡單 就是基於一根長長的底板 然後在底板上把這輛車全部給搭建了出來 然後它的輪固呢 也是兩面的 一面是這個高承重的鋼輪固 還有一面呢 就是常見的鋁合金輪固 那對於這種卡車來說 肯定是要裝這個鋼輪固的 所以你在裝的時候 千萬不要裝錯了 在駕駛室的後面呢 你看到還有這個排氣管 也是這麼高 一切看上去都是這麼的雄壯有力啊 卡車後面背著的這個小房間呢 其實就是一個求室了 這個求室呢 它是可以很簡單的打開的 你看這邊有個門 這邊有個門 上面還有個蓋子可以翻開 翻開之後呢 就方便你把罪犯放到裏邊 來我們把剛才抓住的這一個snake 把它給放進去 然後再把蓋子蓋上 哎放進去之後你發覺snake如果站在的話 好像蓋子還蓋不上哎 來我們嘗試讓它坐下吧 來坐下之後 哎這個就可以把門全部都關上了 關上之後呢 效果是這樣子的 隱隱約約可以看到里邊的求徒 既然後半部分是可以輕易打開的 那前半部分駕駛艙也不需要壞雪多說了 也是一個易開的頂 你可以看到里邊有手銬 有杯子 還有一個駕駛位 來把我們的女警拿過來 然後讓她坐進去 最後再把蓋子給蓋上 那效果呢 就是這個樣子的 接下來我們要上演一場好戲了 就是介紹這一輛卡車的機關 這輛卡車上面呢 哎有一個桿子 這個桿子是可以按下去的 當我們把桿子按下 哎後面的這個牢籠就會脫離卡車 效果呢就是這個樣子的 哎 因為你可以看到啊 這邊桿子你看這邊下面還有一段 原本呢 它正好是停留在這個紅色零件上面的 停在上面這一塊 當我們桿子往下一按 因為這裡是半圓的 這個桿子往下走的時候 就會把這個轎箱往外頂 往外一頂 哎這個車箱就被頂開了 這個設計並不複雜 但是搭配在這一套場景裡邊呢 趣味還是挺足的 來我們把剛才的這輛小車拿過來 C型鉤掛上 然後彈開 來克萊爾就把斯內克給拯救了 正當他要逃跑的時候 我們的騎警杜克趕來 把兩人攔下 最後把這一鍋匪徒一網打盡了 那這一盒60276呢 199元的官方定價 可能有些朋友會覺得稍微有些貴 那現在在萬年的淘寶上 這一套60276的價格只要120元左右 120元左右買一套含有機關的 樂高城市組的套裝 而且裡邊還有一輛樣子非常棒的 僅用卡車 我個人覺得還是可以接受的 好了 今天快取的樂高商戶就到這裡 這一盒樂高城市組60276警察大追捕 你還喜歡嗎 如果你喜歡今天的視頻 別忘了關注點讚分享 我是壞雪 我們下期再見 拜拜